大家好,欢迎来到本次更新 然后今天我们来据说Final Cut Pro的一些 我常用的一个基础操作 那也就是一个变速效果的一个运用 变速效果其实在日常片子中 为了去迎合一些背景音乐 或者是一些转场的时候会用的特别多 它可以让你整个片子的节奏会直接上一个层次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个小的片段 刚才这个片子里面其实比较大量的 就这一段用了一个变速效果 然后变速效果在Final Cut Pro里面的快捷键是Shift M 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按一下Shift M 我首先复制一层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于这个素材来说 我按Shift M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素材上方就会出现一个绿颜色的 带有长速的意思的条条 那这个时候素材是不会变化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去对右边 我们把鼠标光标移到右边 这个时候会看到一个小图标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双击 这里我们可以去修改时间线的长度 或者是速率 喜欢打速率的朋友可以直接在这边打 然后打倒转 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加速的一个画面 这是速率的一个一般用法 我们也可以选择Shift M 让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但是像视频这一类 大家看我刚才的 突然间拉过来这样的效果怎么做呢 那首先我们一样复制一层 然后让Shift M恢复原来的样子 我们一样听这个背景音乐 好 是从这个背景音乐的启示 我们可以按M把标记打开 当素材放到这个点位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有变化镜头的 不然素材放到这边就感觉 还挺平的 挺平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就是按住 我们对着这个点 我们先把光标停留在这个点 按住Shift 然后按住B 这个时候就会看到你的素材 变速被切开了两段 然后我们再找一个点 比如说这边甩头 这边头甩到这个点的时候 我再点按一下素材 再按下Shift B 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速度曲线 那剩下的只需要像我们刚才这样 加个速 那这个速到底加多少呢 那一般我是遵循背景音乐的 那如果你有背景音乐的话 你就根据背景音乐来 如果你是根据你的转场 像你的转场是这种 你就可以根据你的转场来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点其实在燃烧的陀螺仪机长的视频里面用的非常非常多 包括一些喜欢酷炫剪辑 或者是说一些炸眼剪辑的朋友 基本上你们日常打交道的就是这些推进变速 然后放大之类 因为我知道现在大家一般用小机去拍摄 很喜欢用升格拍摄 那其实这个不是说升格拍摄不好 但是如果你想把升格镜头用的比较有节奏感的话 我个人觉得在一段升格的画面里面 去加入这一类的变速 会让你的视频显得更有层次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那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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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